大家好,我是PhD微道 还希望得到一个试按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关注 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现代科研的这样一个思路 你要知道啊,科研这个东西呢,其实已经给大家做烂了 这基本上很好的想法呢,出来以后很快就会被去快速的去复刻 所以说现在做科研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要做的叫短评快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给大家去讲讲这个现在做科研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就是我呢,去审搞了很多篇文章 然后呢,去给大家总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去写的 我们知道鱼和熊掌呢,不可兼得 什么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呢 就是我们要既要又要的这种事呢,其实做不到的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慢工出细活 又这样一句话,什么叫慢工出细活呢 就质量和产量呢,它的一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恒定的值 我们如果要产量太高的话呢,质量呢就不好 如果我们要质量提高的话呢,产量呢也不好 质量和产量呢就更像是这样的一个 就更像是这样的一个反函数,对吧 就像这样的一个反比例函数 那么这样一个函数呢,我们这个质量呢 在这样一个位置,这是我们的产量 所以说他们俩之间呢,是成一个成绩关系的 你质量高了,产量就不好 产量高了呢,质量就不好 是吧,所以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在科研之中呢,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模型 很多的模型呢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精细度呢,和它的全局把握能力呢,一般情况下呢,是乘一个反比的 那精细度高的模型呢,一般情况下它的全局把握能力呢就不好 全局把握能力也比较好的模型呢,它的精细度呢,一般就不会太高 于是呢,我们就想想,怎么能把这两个东西呢,给它结合在一起 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发明一个新的模型 这个模型呢,肯定是一个质量又,就是说精细度又高 而且全局把握能力呢,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 对吧,那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呢,我们先用一张图片 我们要这个图片进行一个分割 那么呢,我们呢,就把这个模,这个,这两个模型呢 给它进行一个有机的组合 比如说呢,把这个图片呢,把这两个东西呢,给它融合在一起 是不是,啊,给它拿一个 比如说这边呢,把这个图片呢,同时输入到这两个网络里 然后输出的时候呢,用一个MLP层 对吧,然后呢,最后做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哎,那你就把这两个模型呢,比较有效的融合在一起了 哎,那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啊,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它的这个精细度呢,也高 它的全局把握能力呢,也好 那有人说,你这样做不就是在发水闻吗 你这个水闻的话,能有什么样的好结果呢 哎,还真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Swin,一个Transformer 它就是Shift Window Transformer Shift Window Transformer呢,其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CN的 这样的一个idea,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精细度高,但全局把握能力不好的一个idea 就是CN的这样,就是转机时间网络这样一个idea 和我们的Transformer的这样一个idea 就全局把握能力比较好 但精细度呢,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idea呢 哎,给它融合在一起 它的这个融合呢,不是一个简单的融合 说我们就给它拼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MLP层 把它把它连在一起 然后做输出,就完了 然后把它的最后结果呢,直接给它连在一起 然后呢,弄一个什么树 给它去分类一下 它呢,是把CN的这个精髓呢 和Transformer的精髓呢,互相结合 这样这个文章呢,就发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文章 当然呢,也不一定非要是 你做这么高级的,这么强度的 这么高强度的这样的一种融合 你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融合 比如说我之前见到的很多点云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呢 它就是把一个模型 A模型和一个B模型呢 给融合在一起 它的效果呢,就是非常的好 那非常的好呢 它也能发A的会议 它也能发B的会议 它也可能会发C的会议 就看你最后融合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一个精天际气鬼神的这样一个结果 你用的模型呢,是不是最新的模型 你做的测试呢,是不是够全面 你能不能说服那些评委 能不能说服这些审稿员 那如果你要能说服这些人的话呢 你能就有一定的机会 那我说呢,比如说之前我看过这个文章呢 就说它就是做点云的这样一个识别 它就是把一个精细度高 但是全体把握能力不好的模型 和一个全体把握能力比较好的 精细度不高的模型呢 给它拼在一起 并且呢,对整个一个东西呢 做的一个GPU上的一个优化 让它速度呢,能比较快 它做的结果呢,比别人的结果呢 高了大概10%的样子 所以说呢,它这个文章呢 就最后中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 所以说呢,我之前也看过别的文章 也有些文章呢,就做了一个东西 它就是把两个东西呢 进行一个比较有机的融合 当然如果你要想发好文章的话呢 就必须要进行一个更有机的融合 你不能最后把它拼在一起 MLP层往上一输出 那结果不行 除非你做的结果特别好 比别人高了10% 比别人高了15% 是吧 那或者说在最后的那个最后一公里上 对吧,比别人高了5% 那也可以 不过高了3%也可以 对吧 你得做到这个级别 不然的话呢 你的文章呢,别人不会看 那么呢 我说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能够做到 我之前说的 能够做到一个比较有机的融合 那这样的文章呢 我的文章呢 就能发一个非常不错的会议 能发一个A类的会议 对吧 我之前呢 在InferComp上呢 就见过这样的文章 那我这个 当然它融合的是两个这样的模型 最后做的一个动作的这样一个识别 那我之前呢 在CAPR上 还有我们的Nips上呢 都看到过这篇文章 所以说呢 这个模型融合呢 它呢 有很多的东西 就说呢 你的效果呢 一定要比别人好 并且呢 你一定要能讲出道理的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你要把这个融合呢 变得更有机一点 不要就说一个单纯的一个MLP层 把两个拼在一起 那一个MLP层 把两个单纯的拼在一起呢 其实呢 说白了也不是一样什么坏的idea 因为基本上呢 你就是 如果你要做的时间 做的比较快的话 因为这些东西都比较好做嘛 你就是把两个东西拼在一起 输出一拼 效果呢 可能还真不错 也写的 也能写出来 你用公开数据集 对吧 因为大家的这种刷榜 都是在公开数据上刷榜的 然后两个模型呢 都不是自己写的 都是人家写好的 你把它拼在一起 找个大点的显卡 一算就完了 所以说呢 这种work呢 是大家都能做的吧 当然也有个问题 这种work呢 它得很卷 为什么很卷呢 大家都能做 那你为什么这个活 就落到你的头上呢 是吧 所以你就要速度快一点 手要勤一点 是吧 要快一点 那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 一种科研的思路 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种科研灌水的 一种思路吧 但是呢 你也不能这么说 比如说wilt vilt那篇文章 它其实实际上呢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思路 它呢 就是说 以前的时候呢 你是一个 用一个cn 用一个卷积网络来提取 然后这边又用一个 什么vit来提取 我就把你们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的效果呢 就非常的好 当然它融合在一起呢 并不说有两个这样的模型 它呢 人家以前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两个模型融 它发现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用 一个大的transformer 这个transformer呢 精度又高 全聚把握能力又好 对吧 我把两个模型 直接融在一起 就完事了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今天讲的一个东西呢 又可以是把两个东西融在一 分开 对吧 拼在一起 最后 也可以是把两个这个东西呢 给它融在一起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就讲这里了 给大家讲的一种 做科研的思路 也是一种排列组合的 这样一种思路 那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